任嘉伦出道前的经历竟然有这么丰富 任嘉伦本名任国超 曾用英文名Pony Prince 9岁正式进入山东省乒乓球队 16岁时因伤无奈离开球台 作为SM家族铁粉的他 为了爱豆梦正式逐梦演艺圈 不仅参加各种歌唱比赛 还曾经去韩国当过练习生 期间还在网上留下不少中二的豪言壮语 热血高然认为所有失败的挫折都是考验 之后还被粉丝整理成了国超文集 打砖毕业后做过地勤 比如说我只要在机场见到张维健老师 我第二天必须发烧 实习不到一个月就被评为优秀骨盖 不仅收到来自国际友人的感谢信 机场还为此发出了 学习任国超工作精神的倡导 2010年参加快乐男生 2011年参加中韩造星计划选拔赛 终于原梦以男团出道 并担任队长和领舞 还取名任耀熙 日文里面耀熙是好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英语就叫了耀熙 2014年正式转型演员 才终于成了现在大家熟悉的演员 任嘉伦 这热血追梦的经历也是相当励志了 这热血追梦的经历也是相当励志了